哈喽大家好,我是班大叔,欢迎收看本期的观众来观众们团长的资战之皇,前锋咒术杂技先知 最近好像还蛮常见这个阵容的 这一类的阵容就是三个牵制位,然后带一个前锋或者带一个佣兵这样子的一个阵容 然后就溜嘛,就溜起来 第一波点排到前锋,抓的话,抓先知是最香的 咒术杂技可能都没那么想抓,相对来讲咒术前期会好抓一点 那边遇到咒术了,先抓再输 这刀这种你还别输啊,真打得好了 第一波牵制起来了,到后面还是有得打的 特别咒术这个点,如果被手抓,那你得打针对 打针对了以后呢,咒术师最喜欢的就被针对 被针对了我才有发挥的空间 你不抓我,开门战见面了对吧 我啥都没有,你有个挽留,一刀没 对不对,这边,上来交个锅,进交互点 牵制起来了,这边要不选择放弃 下一波丢伞的CD好了,换一个点抓也可以 插一个眼,这边照一手 照一手的话那就是死抓这个咒术了 321蓄力刀,鸟给上,漂亮 开一个吸魂,拉近距离 咒术师到前面,这个板区的话不太玩得过 这个板区不太玩得过的 而且这边的话,团长还卡住了一下 哇,这手卡,它是故意的吗 刚好卡住了,这边本来咒术师还能进板 那这样的话,这刀吃完 咒术师这边点位上面丢伞封柱 应该是要倒了 吸不出三层鼓吧 我觉得这个要吸射三层鼓,时间上面来讲还需要好久呢 蓄力刀,左右左 右左,冲,漂亮 哎呦,这个板子玩得真漂亮 左右左,然后用左一波冲 这个击倒时间其实偏慢的 这个击倒时间偏慢的 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击倒时间 我觉得穷者是有望去打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看杂技有没有薄命 杂技有薄命,前锋有薄命 两个薄命的话有机会 外面杂技才机子能修掉 现在机子能修 然后外面还差一台机子 对不对,杂技修完以后去修最后一台 这边的话前锋的枪还被拦住了 完了这波人 哎呦,这样又来 少算了一手千算万算 又少算了一手他的这个防守 这样的话稳定过半 过半的话就不存在两波救人了呀 怎么力,还打一刀 好,这边三层波 前锋要死宝 三层波的咒术 机子不够了 这边机子不够了 杂技这边修心机 前锋担保 咒术师只能看你自己了 这里的话再翻前锋就一波球撞过来了 你翻过来我前锋一波球撞 好的 四孤咒术 切伞嘛 这个伞我觉得不太会丢 这伞留着压位置 交一个三层大咕 呃,前锋的球没有多少了 但是还能帮忙扛刀 能不能再拖 咒术师 这就是为什么我上来讲这咒术师 吸魂 哎呦,我去 前方还有小弹球 还有小戳球 还有小戳球 这小戳球能不能拖50亿的密码机 下一个眼 开吸魂往前顶 过来 这边再下一个眼 这个眼下了就有点难搞了 这个眼下了就有点难搞了 他这边还要打 骗刀打 然后再丢伞回去去牵挂 因为咒术师那边下了眼的 所以咒术师肯定起不来 对吧 丢伞过去 前锋 哎,不太好搞啊 这个前锋 这前锋 所剩的球不太够 他要非常远的 在这个地方 他比如卡这个板子 然后一个加速过来追一刀 可能是可以的 开吸魂 那这个 耗的时间有点久了 耗的时间有点久 要我的话心里有点慌呢 很怕什么呢 怕这边咒术师教自己 前锋 来不了 一刀带 好的 挂飞 那边机子 能量三人 开门战 先知想吸鸟 先把前锋给打了 这个丢伞还是不能丢 他真剩的话 不能丢伞的 他只能开吸魂 因为丢伞丢完以后 另外一边门就封不了了 他这边是怎么样的 这样这个前锋击倒以后 他不会挂 然后在这边插眼 在这边插眼 然后丢伞去另外一边 就开这波击倒了 好的 一刀比漂亮 骗到了 再补一个眼 然后往另外一边丢伞 求者只能往回打 挂吗 我觉得不挂会更好一点吧 因为这前锋 这边 倒地 这样的话 中心压一个人 然后待会跳地窖 行不行 这样捞人会更快一点 我觉得不挂会更好一点 过来找到这个先知 先知 撑的话不太撑得住啊 先知刚才吸的鸟 我觉得吸的时间也不多 最多吸了半只 这里有摇铃 一个摇铃 好 这边板子 板子刚想说 这板子肯定下不了 但这边叫转很快 这波的话 再往回打那边 是下着眼的 所以门开 很难开 前锋刚才好像是没有过半的 杂技是卡半 极限卡半落下来的 丢伞过来 这边吸魂 吸到了 前锋走不了 前锋这边倒地 再挂 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刚刚那个时间 如果说是前锋自己 也能起来 好像确实 他如果有这个信心 能够快速击倒的话 这边挂上 好像更好一点 再开吸魂 往前点 过来排耳鸣 找到这边的杂技 看见足迹了 那先知 你走就走了 先知走就走了 这段话 有丢伞 压住杂技的位置 这人救不下来的 打断 叶刀完美 穷者这边 其实已经有一个 最好的开局 我觉得抓咒术师 是最好的开局 因为咒术师 二六速伞的能力 还是蛮强的 二六速伞的能力 还是蛮强的 但 怎么说呢 刚刚那波防守 导播也不太给力 没看到那波防守 但那波防守 其实老观众 多看几次 多看几遍 那个团长的 那个对决的 都知道 他防前锋 就是开白魂 然后打断前锋的拉球 然后吸魂吸住 以后就不下来 感谢观看 拜拜 拜拜